冯先生从2016年开始兼职做网店 后来决定全职做 2021年生意好起来了之后 他在杭州前堂区租下了一幢厂房的一层 用来做办公场地 我看到这里就是一个空间还蛮大的 放货架这些东西做字检 放几台电脑都还是可以的 租下来多少钱 那个时候七万一年 签了两年 押金押了一万 冯先生说 前段时间由于自身原因 不打算继续经营了 正好厂房租期也到了 于是他清空了所有囤货 上个月也将厂房里的东西搬空 就剩下了退押金的事 那一万的要件 我问房东要的时候 他找各种理由 说这个钱 就是不谈钱的事情 他说这些东西要我们拆 这些隔断的东西让我们拆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上一个住户隔断 跟我们没有半码钱关系 冯先生说 找人把这些隔断清理掉 要花好几千块钱 另外还有几笔费用 房东要从押金里扣除 电梯维护费 电梯保养费 他说五千一年 那五成平摊 一个人一成是一千 那我就是他那两年就两千 其他就是垃圾清理费 冯先生告诉记者 之前不知道有这些费用 后来房东让他看合同 他才发现确实提起过 你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些条款 我签合同的时候 我真的是以君子之心来夺他的 我觉得这个合同就是来约束那些小人的 我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签了 出租厂房的甲方是杭州 在衣服市有限公司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负责人 经过沟通 房东表示可以不用冯先生处理隔断的事情 冯先生这边也表示 愿意支付电梯费和卫生费 但房东提到的水费他不认可 他说不认可 那么他去叫那个 装你的人员来检查 装这个薪水表的时候他知不知道 他怎么我也不知道 他说他是你们他不在的时候 你们去装呢 我如果这样装 我我我我就是全部都认我 水费的问题双方没能谈拢 冯先生打算通过其他途径 再跟对方进一步沟通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 麻烦 2205 1206 2206 2209